人间岁月 好像是很长 诸位要知道 卧轨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 所以假如从卧轨道 恢复到人生了 就算你回一百岁 死了之后又回到卧轨道 卧轨道看到 哎呀你去的没几天吗 怎么就回来了 这里都时差很大了 那地狱道的时差就更大了 往年 李炳南老巨师 对大专学生 介绍佛法 他编了个教材 叫佛学该要十四讲 这里面有讲到地狱道 地狱道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年 就算你活了一百岁 再回到地狱 哎呀你去的才猜 还不到一个终点 你怎么就回来了 难啊 所以三土确实是难离开 佛在经上举的比喻 投出投墨 这个比喻 很值得万位 只要在六道 三安土是老家 到三安山道了 好比出来旅游 时间都很短暂 立刻就要回去 所以在这个卧道里的 投墨 沉到水底下去了 投出 偶尔撑出头来 呼一口新鲜空气 叫投出 佛用这些 形容六道里头的真相 所以总说 可怜明晨 六道众生都可怜明 那我们看看六道的习习多重 还在追求五欲六晨的享受 还在追求 财神明是睡 这是绝对错误的一个观念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哦 哦 嗯 哦